正对北京强行修改香港选举续度 欧盟将寄出新的处罚措施 其中包括暂停欧盟成员国跟中国之间的引渡协议 但是部分成员国担心会遭到北京报复 因此这项举措在欧盟内部还有阻力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四位消息人士表示 迫于美国的压力 以及作为对中国改变香港选制的回击 欧盟准备采取的举措之中 可能包含暂停欧盟成员国执行跟中国签订的引渡协定 不过这些举措目前尚未定案 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下个礼拜一将开会宣布 目前各国已经同意较为温和的举措 例如增加跟香港公民社会的往来 以及当情况允许的时候 高阶官员可以访问香港 以地跟关键利害关系者交流 至于善庭引渡协议方面 因为部分成员国担心遭到北京报复 欧盟内部还在讨论之中 消息人士表示 欧盟议案表决需要立场坚定 亲中的匈牙利支持 而匈牙利经常是对中行动的真结所在 有关较为棘手的引渡协议等举措也可能被淡化处理 或是被较少激烈对抗意味的内容给期待 一位西方资深卫教官对南华早报表示 如果除了捷克跟葡萄牙之外 欧盟所有国家都暂停同香港的引渡协定 但是欧盟国家却都保持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引渡协定 这难道不是荒谬吗 目前欧盟有十个成员国同中国签署引渡协定 包含比利时、保加利亚、普塞勒斯、法国、希腊、意大利 立陶宛、葡萄牙、罗马尼玛以及西班牙 不过并不是所有签约的国家都已经开始执行 如果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下个礼拜要对外宣布这些举措 那么27个成员国就必须在本周五之前做出决议 中国最大的坏账银行华融资产 由于无法按时发布年度财报 本月初股票在香港被停牌 债性平等遭到下降 导致该公司美元债券遭到大肆抛售 并且跌至垃圾债的水平 破产疑虑也跟着浮现 更另外一届担忧的是 中国4400家金融机构之中 有高达12.4%被中国人行认定为有高破产的风险 等于有545家中国金融机构财务黑洞快要引爆 综合苹果日报跟自由财经报导 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明今年1月在天津被处决 他犯下中共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贪腐案件之一 也使得金融圈奴坐针毡 到如今华融出现财务危机 澳市银行信用策略部主任表示 向中国华融张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如果违约会是破天荒的事情 一旦发生了将是中国跟亚洲信用市场的分水岭时刻 华融案件引起许多外媒关注 路透社、华尔街日报以及彭博 都以大篇幅来报道华融财务危机 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而且目前留给华融拆解未报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彭博社汇整资料显示 中国华融在海内外未长青的债券 总额相当于420亿美元 其中大概有171亿美元债券 将在2022年底直前到期 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标普全球品级 以及会域国际品级都仅够 可能会下调中国华融 以及其子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评级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华融已经向监管部门提交重组方案 方案之中涉及玻璃非核心跟非林立的业务 另外中国华融正在确定一些子公司的股权价值 已敲定最终是否出售 这也是业务延迟发布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华融还在等待官方批准相关提案 但是不管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包商银行的方式 来出手拯救华融 依旧无法根除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潜在隐忧 2020年中国国企境内违约债券的规模达到破纪录的795亿元人民币 许得中国境内债务违约率由上一年的8.5%飙升至57% 在今年第一季更升至72% 彭博社指出在4400家中国金融机构之中 还有12.4%被人行认为处在高破产风险的状态 在拜登政府宣布已禁售令制裁其家协助中国军方 发展超级电脑的中国企业跟单位之后 美国国内的对中鹰派人士也再次敦促拜登政府 建制出售晶片设计工具给任何中国企业 以限缩中国进行先进晶片的设计生产 这跟先前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类似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共和党及众议员麦考尔 以及参议员克顿 致涵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信中表示利用美国技术在海外制造的半导体 要销售给华为的话需取得美国许可 而这项规定也应该适用于设计更先进 14奈米或是以下晶片的任何中国企业 这封信件日期标注为4月13号的信函 今天对外公布 信函指出这些举措将确保美国企业 跟伙伴国以及盟国企业 不得抛售工具给这些共产主义者 他们会用来扼杀美国公司 信件内容要求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体EDA 在销售给中国企业跟单位之前 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 据了解EDA是广义电脑辅助设计的一种 而EDA软体涵盖IC设计、布线、验证以及模拟等 全方位的工具 同时也是机体电路设计必需品 而且是最重要的软体之一 利用EDA工具使得IC设计人员 可以从概念、演算法、写定等开始设计电子系统 并且从电路设计、性能分析到设计处IC布局的整个过程 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四才宣布 因为涉及协助中国军方 会将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七家中国超级电脑实体列入黑名单 理由是这些公司被指控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工作 而去年美国也翻布一项规定 要求企业向华为销售使用美国设备 与美国以外制造的晶片时必须获得许可证 这次将近一步扩大美国对华为的出口限制 这一次麦卡尔跟科顿不仅仅是想要限制 美国企业销售晶片设计工具给飞腾 他们也希望任何晶片制造业者 使用美国工具制造晶片的时候 如果要出售给中国企业都必须获得美国许可 他们表示任何举措如果做不到这个程度 都是装成强而有力行动的半调子举措 日本宣布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的计划 引起临近国家 例如中国、韩国跟台湾的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 太平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而日本首相兼财务大臣马申太郎则回向赵立坚 难道太平洋就是中国的下水道吗 并且重申太平洋是大家的海域 日本会依据科学数据来处理核废水的议题 不过在此同时香港媒体指出 中国现存的49座核电机组 不仅也会将核废水排入海中 其中一座核电厂放射性物质的排放上线 还比福岛的标准高出10倍 综合媒体报道 日本在本周二宣布 经过两年的过例处理程序之后 100万吨福岛核电站的废水将被排入大海之中 马申太郎在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强调 福岛核一场的核废水问题一直悬而未解 核废水的储存款最怪明年夏天就会达到容量极限 因此他希望各界可以理解日本排海的决定 马申太郎表示 从科学角度来看 福岛核废水之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 低于中国跟韩国核设施向海中排放废水的浓度 他甚至表示那些水喝了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此言一出便引起各界哗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日本方面发出三连问 他表示日方真的听到国内外的质疑跟担忧了吗 日方这个举动真的符合国际法吗 日方想要排放的核废水真的符合国际标准吗 赵立坚呼吁日本应该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的问题 海洋不是日本的热色桶 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而针对马申太良表示 那些水喝了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赵立坚则要马申自己先喝喝看 马申今天在内阁会议的例行记者会之中 也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访问有人说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那难道太平洋就是中国的下水道吗 太平洋应该是大家的海财队 他也重申日本政府是有科学数据 在处理核废水的议题 在此同时香港众新闻查阅资料之后报导 中国现存的49座核电机组 同样会把核废水排入海里 而且距离香港仅有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厂 放射性物质的排放上限 还比辅导标准高出10倍以上 报导根指出截至去年底为止 中国有16间核电厂 49座核电机组还在运作之中 究竟每年排放了多少核废水 中国官方都没有公开缺协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15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 将32个实体跟个人列入黑名单 并且驱逐10位俄罗斯外交官 以惩罚俄国干预美国大选跟网络攻击 同时还有并吞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等恶行 俄国随后表示将对美国的制裁 作出同等回应 至于以上跟俄国关系不对盘的波兰 则立刻表态支持美国 同时宣布驱逐三位俄国驻波兰的官员 而最了解俄国也将会驱逐三名波兰驻俄国官员 作为回应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在白宫告诉媒体 他对俄罗斯签署制裁命令 以回应俄国过去多项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 包含制裁32名实体跟个人清单 并且驱逐10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官 制裁8位与战宁克里米亚有关的人事跟组织 美国财政部也颁布禁令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6月14号之后再购买俄罗斯国债 白宫方面表示 俄国不只干预美国大选 还提供塔利班武装分子赏金杀死阿富汗的美军 欺凌乌克兰 俄国必须付出代价 事实上本夜14号 拜登才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过电话 当时拜登还提出双方举行高峰会晤的提议 会后双方同意将持续维持对话 不过此前拜登曾经描述普丁是一位杀手 还称普丁是要为干预美国大选付出代价 当时普丁仅表示预祝拜登身体健康 对于美国的制裁举措 俄罗斯方面非常震怒 还召见美国驻俄国大使苏利文谈话 而苏利文离开俄国外交部之后 并未接受媒体采访 至于一向跟俄国关系不对盘的波兰 则立刻表态支持美国 并且宣布驱逐三位俄国驻波兰的官员 而据了解俄国也将会驱逐三位 波兰驻俄国的官员作为回应 针对美国政府指控俄国干涉美国大选 悬上杀害驻阿富汗美军网路攻击等事件 俄国方面全部否认 俄国对外情报部发言人伊凡诺夫批评 美国在胡说八道 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瓦也回应 俄国俄罗斯无可避免将回应 美国实施的新的制裁 至于克林姆林宫发言人培斯克夫则认为 美国最新制裁无助于普京跟拜登 可能举行的高峰会 不过他也表示这项高峰会是否会如期召开 还是要看普京跟拜登两个人的决定 报导指出拜登政府新一波制裁 最具杀伤力的做法 应该是禁止购买俄国公债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范围 要求欧洲盟国之间共同行动 以掐断莫斯科当局的经脉 不过普京政府应对国际制裁的经验非常丰富 俄国财政部长希如安诺夫表示 俄国国债债权大部分是在俄国银行的手里 禁止美国银行购买俄国新发行的国债 应该算是美国方面的损失 因应美国银行将无法购买俄国新发行的国债 俄国财政部表示 2021年的债券计划总额将会减少8750亿卢币 虽然制裁影响可能不大 不过这无疑是美俄自认战之后关系的新兵点